西方法庭日前进行死刑辩论 罪老死刑犯王幸福的一封信也被公开 死刑的案件是不是很慎重 不是应该求刑生不可得吗 为什么我的案件法院可以一句话 就这么草率的判死刑 王幸福因涉嫌枪杀原警 2011年判死刑定验 至今未执行枪决 但死刑辩论问题也让周三的立法院司法委员会 一早就火药味十足 他说一定要跟民意妥协吗 请问部长能不能帮我们解读一下 大法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大法官的见解 我们予以尊重 死刑合不合线 请问部长过去的解释 是合线的 答对大法官不是上帝 来一位办出有八成名义反对费死 但作为执行机关的法务部 蔡兴祥不好多说什么 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坚定的立场 认为死刑的规定是合线的 但是大法官他们视线的结果是如何 我无法预期 但是他不管怎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有预理各种方案 不过针对法官和书记官之死 司法院长竟呼吁法官要多参加户外活动 不要整天绑在办公室 让基层很是不能接受 司法院长后来有话收回去吗 这个应该它是处于 是处于一个善意 司法人员过劳 压力大 原额不够问题 至今未能解决 立委更质疑 就算增加特考招生人数 都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特考的名额 什么时候才会进来 明年就是一般人 退嘛 函数以后问题能解决 但现在基层的问题暂时无界 TVB的新闻崔书云 楼婷婷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